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他希望大金能够救出自己还在城市里的女儿大花 大金接到任务后组建了一支营修小队就出发了 可没想到丧尸太厉害了一进城 丧尸就开始攻击小队 在一番混战之后 最后就只剩下大金和其中一个队员幸存了下来 那一边大花这时正在城中尽力寻找食物 他来到了一个便利店 却不小心惊动了丧尸老板 为了自保大花打死了老板 可是悄声引来了更多的丧尸 好在这时大金及时出现 本来大金打算带走大花 但是大花把大金带走了一个幸存者聚集的地方 大金找到聚集者的领队老头 希望劝说老头和他一起带着大家逃走 可是老头很固执 他觉得逃出去会有风险 一看协商不成 大金便打算只是带着大花逃走 然而老头发现了他们 为了惩罚大金 老头派人把他绑在了室外 打算让丧尸摇死他 就在这时大花的男朋友小白发现大花怀孕了 于是小白救下了大金 希望大金可以帮助大花逃出去 防遮害死 在两人回去的路上 他们碰到了几个机器人 原来他们是来消灭丧尸的 大金把机器人带到了聚集地 这时聚集地已经有兴趣者被病毒感染 所以这里也变得并不安全 于是一群人最后还是决定出逃 在路上一个机器人的子弹打光之后 被丧尸围住了 大金当机的一段抛起了他 一群人逃到了一个废弃工厂 大金简单修复了剩下的几个机器人 就在这时 另一个被抛弃的机器人回来了 只不过呢 他的身后还带来了一大批丧尸 众人好不容易打死了丧尸后 这个机器人开始疯狂地攻击着大金 没办法 大金只好毁了这个机器人 一群人整队之后又继续上路 这次他们又逃到了一个废弃的建筑里 丧尸也很快就跟了上来 几个机器人挡在门口和丧尸搏斗 然而丧尸太多了 大家根本挡不住 最后 幸存者里的一个女人翠花 为了保护大花牺牲了 就在此时 炎烧蛋突然来袭 大金带着大花和小白一起躲到了水里 才逃过了一劫 最后三个人一起在天台上等待救援 本来大金还有个任务 就是杀死这次病毒泄漏的始作俑者小白 不过看在大花和孩子的份上 大金选择了放过 至此领便结束 丧尸题材的电影层出不穷 在面对共同的威胁面前 人性暴露无遗 那些自私懦弱和怀疑 都被无限放大 最后会危及到每个人的生存 好了 本视频就结束了 有喜欢的朋友 记得给这赞和关注哦 谢谢了 咱们下期再见